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今期的劇头影评就是The Marvel's Marvel 队长2 作为一位设计师 我真的觉得现在的AI技术真心非常厉害 之前Photoshop Beta版本的Generated Field 真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 早前在外国的网站兴起了一阵 一阵类Pixar、迪士尼、3D动画海报的旋风 只要你上网找Bing Image Creator 登入你的Microsoft account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输入指令的位置 可以描述你自己的猫猫狗狗、你的宠物 品种、特征、想要什么背景、故事、风格 讲得越详细越好 AI就会凭你的指令 你所输入的keyword 去生成一张很似Pixar、很似迪士尼的一张动画的海报 最重要是什么 这个网站还要是免费的 但不要这么兴奋 据我所知这个网站还未开通香港地区 所以你想玩的话就一定要靠一个稳定、快捷的NordVPN去帮你 只要你好像我这样连线去到美国的伺服器 简简单单就可以发人一步 去玩这个强大的AI Image Generator 还不用怕用一些毫无保障的FreeVPN 令自己暴露在资料外洩和被hack的风险中 厌烦购买NordVPN的两年计划有30天的退款报证 加送你4个月 还有限时的超值优惠 还不快去试用 大家快点点点击下面的info box和置顶留言里的连结 注入Sam先生的优惠码 购买NordVPN的服务 这次业配的部分先来到这里 我们马上去拍屏的步伐 又要说MCU了 经历了Phase 4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老实说真的开始不太想去面对 已经去到人完全没有任何期望入场 而这次就来到今年MCU 即是Marvel Studio 最后一部上映的电影 《Marvel队长2》 他就是那一部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都战底头两名的MCU电影 《Captain Marvel》的续集 前几天我就带着一个 我觉得是负期望的心情入场 心想应该怎么拍都不会差得第一集吧 听完之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嗯 好看过上集的 只不过又这么说 上一集《Captain Marvel》那种烂 是你可以真的看完之后 你可以完全不记得所有剧情的那种空虚 那种不知做什么的感觉 譬如我现在问你 Jude Law为什么是一个坏人 他和《Captain Marvel》有什么 理念上的不同呢 又或者前段的 什么《至高自卫》的那一集 你记不记得呢 我自己就完全不记得了 《惊奇》队长第一集 之所以这么难看呢 我觉得某部分是来自于 他这个角色的先天性的一些缺陷 《Captain Marvel》实在太威能了 上天下地无所不能 导致他每一次出场的时候 他都要摆个是威是小的样子 有一种威我就是 Bad Ass Woman Superhero的那种态度 一定要表现出来给你看 这样的处理就会令到这个角色 在他的角色曲线上 少了很多表现脆弱的机会了 或者只是得非常浅层的内心世界 是会让观众知道和了解 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 他去到那个打斗之前的那个 哇 净挖强 抬起头的连续那几个姿势 完全不是Carol Danvers这个角色 经历了什么故事 危机之后的成长 他纯粹就告诉你 他一出生已经是这么有吉时了 这么有态度了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了 被个飞机的引擎近距离爆一爆 被一些蓝光 双眼的蓝光射一射 Carol就像是一个被选中的小孩 所以他就 哇 我有超能力 可以吊打所有的坏人了 就是这种这么无脑 片面的描述 还有他那个英雄的定位 害死了这个角色 你试想一下 去到End Game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 帮忙搬Iron Man回地球 到最后 打外星舰队 乓乓乓乓乓的一个工具人 你并不会关心他这个角色的成长 也都不会留意到 他有什么这么可爱的地方 来到这一套真正的系列续集了 我想Marvel也应该知道什么事了 所以今集呢 就启用了两个 和她的帮助作用的角色 有Carol的好朋友 Maria Rambo的女儿 在Wonder Vision里面 她因为进入了结界 而获得了超能力的 Monica Rambo 光子 Spectrum 而另一位呢 就是在今年 Disney Park上 已经推出了个人剧集的 Miss Marvel 即是驚奇少女 Kamala Han 而你留意哦 今次的逐集的片名 它不是Captain Marvel 2 而是变成一个 好像组合名一样 The Marvels 首先呢 我会形容 我几喜欢她今集 放了Kamala进来的 首先本身在漫画的设定 Kamala是Captain Marvel的 一个疯狂的粉丝 在剧集中也有表现出来 她在今集呢 就很成功地平衡到 Captain Marvel的那种沉患的感觉 这个角色的沉患的感觉 起码时不时你会听到 Kamala在那里发誓一下 那个眼神的表情 又或者好像年轻人那样 不停地说自己的东西 那种轻松那种喜感 她和Karo之间的 那种气氛互动作用呢 是加分的 只不过呢 在角色的那种冲突 那种 角色线的互动上面呢 他们之间的情质 就可以说是到合不到废了 反而呢 有少少好像被 奸角的Evil Plan 拉着走那样 她和Karo呢 明明可以写 她可能是一个 挺特别的 一个司徒的关系 又或者呢 她是一个 英雄偶像 她是你英雄偶像的 一个这样的角色线 一个 这样的关系去写 但是暂时呢 在今集你都看到她 她还停留在几个表面呢 没怎么深入地发掘 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种关系 Karo的家人呢 今集就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作用的 除了一路好像监护人 很紧张 很担心这位 未成年的Super Hero之外呢 她这个家的一种 bonding 又或者价值观呢 我又没觉得她很影响到 真是主角的Karo Danvers 但是同时这些 又不是很帮到Karo的那条线 所以有少少呢 我不是很知道她想怎样的感觉 而另外Monica Rambo的这个角色 李英呢 她是跟Karo应该会更加多的交集 多一点的感情 这次的设定就是 因为Karo答应了回来找她 但是消失了 没有在地球活跃很久 而Monica的妈妈Maria 亦都在Phanos彈指的时候 死去 离去 都令她们两个角色 其实中间有点严厉 有点误会 有一个呢 我觉得可以是化解的一个角色冲突 只不过呢 整体来说 她和Kamara那条线呢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反而电影放在Evil Plan的时间 好像更多那样 没记错呢 Monica和Karo之间的关系呢 在电影里面 只是得最多三四场的时间去说 或者有发展过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啊 提及过一些感情一点的东西啊 明明她两个之间的那个情感力量呢 是可以很强的 例如啦 例如Karo对Monica她得到了超能力之后的反应啦 啊 对Maria这个自有离世的怀念啦 或者他们两个之间 化解误会的过程等等 但是在今次的电影里面呢 都是比较像是很片面地掠过就算了啦 有种呢 明明可以发挥得更加好啦 令到Monica和Karo两个角色都好看一点的感觉 而我呢 都还算是女主角的Captain Marvel呢 Karo给我的感觉都还是那种很强大威能的感觉 是非啊 打啊 射死光啊 感觉上呢 就是我是全宇宙最好抽的那个啦 当隔离DC Superman的系列都开始要发挥多些Superman这个人的脆弱啊 人性啊 等等的面向的时候 Kaptain Marvel呢 那种由上而下的那种苦陷 那种很凌厉 很强的眼神 或者那种不需要表现他脆弱的一面 那种很冷冰冰的感觉呢 这一方面呢 这一方面呢 我真的看完第二集 我都觉得啊 有哪个会真是爱上Karo Danvers的这个角色设定呢 这一集真的算是很幸运的啦 叫做呢 有些位Karo Danvers 会被另外那两位partner 两位同伴去教训一下啊 又或者用另外那两位的那些相处呢 去中和Karo那种冰冷那种强势啦 那种特别是Kamala 起码她的对白啦 表情啦 她整体带出来的氛围呢 是娱乐到我先 你试想一下 如果今集没有Kamala 只有Karo和Monica的话 出到来是什么后果呢 我真的不敢想象啦 那整体角色的描写 虽然不是说很深入 但性在呢 又不算是很沉悶 也没有犯下什么很大的错 是有某些角色比较多余啦 功能性啦 例如是Kamala的家人啦 朴序进飾演那个唱歌星球的王子等等 甚至乎是Nick Fury今集呢 都是完全地打仗油 没有东西帮到 没有东西交集 这几个位置对我来说呢 都是挺扣分的 但是如果以一套娱乐片 以炮谷片来说呢 这些位置我就 一眼开一眼币啦 有得理啦 到剧情上面 今集的主族呢 都真的挺典型的那种 无脑硬推的危机 即是那种 坏人有一个异性的计划 找到一半的神器 然后就从而引发一个 又一个的危机 去不同的地方威胁其他人 我要空气 我要水 我要太阳 坏人打鞭 打鞭 他目的呢 好像是为了 拯救母星 哈拿啦 但是当去到最后 Captor Marvel 我要帮 我都可以帮手喔 佛哈拿的时候 但他依然故我 自己去作死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 打鞭呢 他是真的 想要权力 又或者族人之间的 那种威望 其实是多于一切的 那这一条 所谓的主族的pattern 我又真的骂你不下手 根本呢 今年呢很多很多套的 所谓的娱乐大片呢 都是用同一条 例如是 Sasham第二集啦 Indiana Jones5啦 都是同样的套路 找一些物件 然后有危机 然后有几层的 同样的套路 同样的流水式 妖臉 那你问一下 整趟的英雄团队 冒险故事又写成怎样呢 那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三个人 一起使用能力的时候呢 发生了两子九钱的那种现象 无端端就不停地转位置 这种错配呢 我觉得都引发了不少 我觉得都挺有趣的 小危机出来的 那中段去到唱歌星球那里呢 虽然呢 这一部分的调子 是跟整套电影很不同 正正就是呢 这一个星球 它带出来的那种 好迪士尼歌舞片的那种味道呢 我觉得呢 才令到Carol Danvers 真正啊 展示出 他这个角色 挺可爱的一面 轻松的一面 而且唱歌的部分 真是很睹中我 这个作为迪士尼粉丝的笑点 所以我觉得 我是挺欣赏这个部分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呢 蝙蝠上呢 这个星球 只是一个EVO plan 里面 极小极短的章节 一个很小的mission 太短了 又没有什么交代到 他那些什么前世今生的故事 也没有交代到 他和王子之间的那种关系 又是MCU那种 最流行的了 那你是Marvel粉丝来的嘛 你自己去看解说吧 我这里呢 就不讲的了 你自己去补回一些漫画的剧情 自己老补一下 那就OK了 就是这样 我又真的催你不着的 以前的MCU 都很多 很微细 或者 没有去讲出来的故事線 都是这样处理的 有很多人呢 还很享受地去找呢 它里面的彩蛋啊 一些漫画故事的reference啊 等等 如果你只是看 这一部电影 这个主族故事的结构上面呢 这段唱歌星球 真的短到有些太夸张了 入到城 唱一首歌 转个L头 就突然间 要开打了 打了不久呢 星球又被人吸走 去到最后呢 坏人 本来想吸太阳之前 三个主角呢 就密密地训练他们 在两子与狗前之下 跳来跳去的那种默契 OK的 始终团队任务 团队的英雄电影 有这个部分是绝对可以的 也都令到呢 之后的那一场 最终的打斗呢 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边来边去 闪来闪去 起码有些新意 和一些设计感先 只不过去到电影的最后 又是那种 MCU Marvel 电影 最常出现的 坏蛋犯傻结局 我心想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写呢 就是当时Carol 已经打算帮忙重燃太阳 但是打饼 你又一下子 无端的 又反水 又威胁一下这个人 转个L头 忍受不了强大的能量 爆炸 没错 又是人体爆炸 最后你就会发现 哦 为什么要开个洞 原来想铺其他东西 所以你要一下子 对穿了一个洞 去第二个空间 第二个宇宙 当时Monica说 嗯 等我去控制 你们传这些力量给我的时候 我已经是那种 你隔起你的尾 我已经知道你想要什么的感觉 前几条片都说过 MCU现在面对最大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种呢 为了要铺MCU 整个大的线 所以在这部电影 加这个角色 加一条不关事的故事线 剧情线 你想这样屈 Monica Rambo 去其他地方 我又真是催你不着 起码Carol和Monica 在今集 叫做 很表面地了结了 他们之间的心事先 要够硬地 把他们分开 去两个宇宙 算是合情合理的 到最后 就讲一下 两个 算是两个 片尾的彩蛋 第一个就是Miss Marvel 扮了Nick Fury 坐在那裏 戴着剧帽 去招募 英雁的徒弟 K Bishop 我想有追开MCU的观众 应该都会知道 啊 青年复旧社 早上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不同的人物已经出现了 铺了几年 还要冷静地吊你人 然后呢 去到最后最后 那个Post Credit Scene 我觉得真的 近年看过的彩蛋里面 最厉害爆 最夸张的一个彩蛋 Monica在另一边的宇宙 封了这个时空的孔之后 她就在病床一起床 起床的时候 我竟然看到她的妈妈 Mario Rambo 还穿着另外一件超级兵红制服 还是一个叫Binary 双子星的英雄的身份 那这样也算了 那突然间 画面上出现了 X-Man里面的The Beast 等了那么久 终于要来了吗 但Marvel今次真真正正将 X-Man 加入了MCU 那看到来这里 你就会发现 咦 这个Beast的CG 都好像流流的 还要呢 不用像以前那样 黑人厉害到 等到你所有 Rolling Credit 都出现 黑了画面 才出现 这一条彩蛋 你就知道 是 Marvel Studio 你现在很惨鸡 很害怕 近期的Phase 4 口碑每放如下 票房越来越低 越来越多 以前的MCU Endgame之后 都脱了粉 好感觉到 Marvel就 搞不定了 怎么办 出杀手选 我觉得是挺刻意提早了 X-Men 和Young Avengers 那个消息 出现的时间 让你们 在一个适合的位置 重演 对这个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的 那种期待 那种爱 那有没有用呢 老实说 我出来不像 对我来说 真的有点用的 首先因为那个Channel 我是不是 我都追了下去了 但是 你终于给X-Men我了 你终于都有一点眉目了 搞了Phase 4 不知道做什么之后 那看就看 Marvel 真的 痛定思痛 以后 真是整理好一点 我见到Kelvin Feige 都 就是说 要重组一些 质素 才推出 希望是这样 总体来说 The Marvel 已经算好 过五少 Phase 4 里面的其他作品 你试想想 那部错了 通调故事 有些角色的Doctor Strange 2 那部完全不知道他做什么L 龙母 大手瓜 一点都不secret的 Secret Invasion 甚至乎 那部还未算很差 但是呢 不停地给他那种 硬搞笑 搞散了故事的 Fall Love and Thunder 你这样数的话 其实你觉得 今次The Marvel 虽然他真的 整体来说 普普通通 只是有一次 按钩 无脑Evil Plan的失败 角色上呢 Carol Danvers 仍然未得到大家的喜爱 但是因为 分量上 你加入了其他两位主角 去平衡一下 所以 在Kamara 那种 挺有趣 搞笑的 那种氛围之下 是令到整套 这一套 所谓的娱乐大片 炮谷片 那部电影的氛围 是好很多 他们几个角色之间的 小小環境 就已经令到整个观影体验 比第一集好很多 其实我不明白 为什么电影的时长 可以多回10分钟 因为很多东西 其实你画得深一点 再描写多一点 是会好看一点的 例如 在Chen BB 《难民星球》那段 他真的很直白地 只是弄了 《难民区》的位置 给你看而已 完全没有想过 像其他太空冒险电影 那样 说这个星球有什么 有什么 风土人情 你见 之前 食卡星 起码都会有一些 其他的街道 大街宅行 城市 让你看到他们 如何去维生 有例如 Kamala和Carol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很应该 可以像其他 司徒关系 你当它是Iron Man 和Spider Man 鹰眼 和K Bishop 雙方都有些 思考上的 可能争论 各自有成长 各自有学 而我觉得Monica 和Carol那段 就更加更加 更加要大讲 因为这段 是展现Carol这个人 她的脆弱一面 最强的一个故事线 最能够展现到她的脆弱 不一定是所有东西 要放弃一个强硬的款式 但这次真的说得太表面了 碰两下 然后就完结了 这条线了 搞到原本这集 其实很应该 很多契机 可以令到大家 对于Captain Marvel 这个人 产生喜爱 产生感情共情的感觉 真是很可惜 你问我 还想不想看Captain Marvel 这个角色 我会很老实地回答你 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这个人 因为感觉好像 就连MCU自己 都不知道 如何去定位 这个角色 本来写这条片的时候 我有想过 写不写Loki Season 2 如果 因为 时间的关系 我选了这一套来写 因为写这一套 应该会写得快些 Loki我怕我写很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最新 就是MARVEL 今年最后的两样作品 Loki Season 2 和这一套 The Marvels 如果你们都有看 你可以 照留言 告诉我 你们的看法 不用吵架 我觉得 比上一集 好 你们觉得地底 还可以 因为我对于 这个电影 我绝对明白 为什么你们会吵架 你们尊重地留言 和大家聊 告诉我 你们想如何 如果你想看 Loki 2的影评 或者会不会直播 说一下 我可以安排一下 或者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你想看 这次我对于 The Marvels MARVEL 隊长2的评论 就来到这里 记得要CLS留言 和分享这条片 还有就是 如果你想看 更多电影的影片 影评的话 就记得要 订阅我的频道 S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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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还有通知更加好 那四周都宣传到一波 我在下个星期 ouv guiding这иваем 如果你想支持SAM先生或出席一些實體見面 大家一起看電影的活動 歡迎你到我IG 或者我這條影片的下面 都會留一個連結給你 你參加 填完表 入完帳 然後發電郵給我聽你參加這個活動 這樣就可以成功報名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要多多支持SAM先生的頻道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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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條影片